各位業界的先進還有線上的夥伴們 還有行政院會跟台經院的夥伴們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是在紅塑尼米古的廠房這一邊做一些業界客觀計畫的分享 那廠房這一邊老實說他還有一些雜音 所以如果有一些挺不太辛苦的地方 請大家多見諒 這邊是我們這一次的分享活動的簡介 第一個是公司的簡介 第二個是客觀的好處跟前後的成果的差異 然後執行分享的過程跟一個新的建議給大家 那在公司簡介這一邊 其實紅塑尼米工廠主要是以做水稻的氣座生產為主體 然後跟做一些外銷 那主要是做田間的規劃跟綿密一貫化的作業流程 然後我們還有自己的低溫的設備 最主要 然後在近幾年來我們也發展了一個田間的智慧化的管理系統 跟做田間的一些體驗 那在整個公司的嚴格方面 最主要是在106年開始我們做了列界客專的計畫 這邊總共執行的兩年期間 那也受到了那個描述的長官 跟海經院的補伴一起協助完成這些計畫案 那這邊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申請計畫的好處有哪些 那在申請計畫上面 其實第一點是不外乎就是獲得整個計畫的資源 那在獲得計畫的資源不外乎就是有資金的幫忙 然後你可以在寫計畫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檢查你自己的工廠的狀況 然後在寫計畫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 那當然你會希望會有一些 好比說改良廠、事所或是工業院 他們就可以進來幫忙 所以會有一個專家的指導 那整體做完了之後 其實就會有一些需要做成果曝光的部分 然後你整個做下來了之後 其實就會跟其他的演講 會稍微比較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就是可以成為別人的方樣的地方 因為其實做的比別人多 那我們做的成果裡面 也有一些部分 是可以讓人家學習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其實 做了這麼多了之外 其實就會有一些合作案的產生 那這些合作案 其實就會有一些他們說 上市貴公司 來田間體驗 或者是說 酒店 酒店來跟你做合作 然後去任央你的田區 去來做插樣的體驗 甚至於拿我們的米 下去做一些釣魚 這些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然後第七個蛻變的部分 其實是在講說這間工廠 它其實做了哪些變化 比說我們田米工廠裡面 大部分其實就是一個收到股 田米 賣米 但是現在我們多了什麼 其實第一個就是在做田區的管理裡面做得更紮實 第二個在 在後端的銷售 或者是說後端的行銷上面做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變化 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說 其實我們讓客人知道這一包米的生長的流程 生長的 它有哪一些環節 然後我們做了哪一些努力 其實都可以在這邊做一些呈現 所以是稍微有一點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那在這一張圖片裡面 其實就是配了我們台南市政府 在做那個台南好你好好玩的一個活動 這個是在108年做的 那這邊主要是做一些插秧的活動 那這邊除了插秧的之外 其實還有做三角版本的DIY 做豬原神的DIY 還有一個大外網的比賽 那其實這些其實都是客專計畫所延伸出來的一個相關的成果 因為其實坦白說 我們美理工廠最早之前其實並沒有做這一些 然後是做了這個客專計畫 然後陳老師這邊提了一個建議說 我們怎麼去跟我們做的東西跟產品 或者是做活動做一些結合 所以其實這也是另外一種在過山計畫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這一張圖片基本上 就比較偏向於異業合作 所以異業合作裡面 就好比說 在圖片裡面 談到這個是其實是家長企業 來採購我們的台南越光明的台南水流號 這一支那一種 那為什麼他會來採購也是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跟他介紹完了我們所有的在做的事情之後 其實他們非常非常的有興趣跟可以跟我們合作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他們想要做的事情跟我們 他們現在同事的理念 跟我現在同事的理念是接近的 然後在這一種比較契合的狀態之下 其實異業的合作就比較容易可以達成 那這一場活動啊 坦白說他是在精英酒店所舉辦的 那其實我們當時候也沒有 要想不到說我們還可以再跟精英酒店做配合 那所以其實在後面這一邊 其實我們跟總經理這一邊 就是精英酒店總經理這一邊 其實有稍微聊了一下 也介紹一下我們現在目前做的事情 那也就是科專計畫所做的一些內容 然後總經理他這一邊其實就有非常非常大的興趣 所以在酒店裡面就特別安排了一個精向愛生農場 我們做一個田區擦秧的一個配合 那今天酒店也認養了我們 他們這五位腳下所採的這一塊土地 他所栽種的台南石油和台南月光明 那酒店這一邊也特別在建築圈做一個月光明的料理 整套月光明的料理 都在今天這邊可以吃得到 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地方 然後在整體的前後差異性上面 一般的農夫他們在水稿災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部分都是平等技藝 靠著他們原本就有的經驗在執行田裡面的工作 那我們的計畫案裡面 其實最主要是產出一個水稿經營管理平台 跟常處資訊服務的一款平台 那水稿經營管理平台裡面 其實最主要的是這個在地的動作增加系統 所以這個動作增加系統 其實最主要是做一個動態的再合理 那這個等下我們再介紹 那最主要其實我們有了這個系統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們所有的事情給介入下來 所以藉由這個泉水的APP來做記錄 然後把整個田間的所有栽種過程給記錄下來 然後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栽培率 其實它是一個動態的栽培率 這個動態的栽培率主要是以積溫來控制 應該是說來觀測我們到座的生長規律整個流程 那我們最care的部分第一個是查樣 第二個是濕碎人的時間點 第三個是收割的時間點 那我們可以來做計畫性的生產 那在碎餅的時間點為什麼會抓這個時間點 是因為其實我們都會希望說 我們做的這件事情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其實會在碎餅的時間點 你時間點抓對了肥料濕的量正確了 其實後面的產量就會跟著慢慢的出來 然後你的品質也會在這個時間點 相對的會比較控制的下 接下來這邊所看到的是我們的 常溫的管理平台 那這是在最早之前 最早之前其實一般的傳統的每一場裡面 其實都是類似像我們畫面看到的這種狀況 它其實都是固定在口艙下面的一個板子 那這個板子其實我那時候在回來幫忙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說它可以直接傳輸到電腦裡面來 然後藉由電腦裡面在大五雲端的資料庫裡面 那我手機就可以看了 那其實這些設備啊 它其實是太古於老舊 所以其實基本上它並不是一般可以很順利的轉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找了其他的 好比說替代品 後來我們跟公園院有合作研究 所以我們就麻煩公園院跟我們原本的設備廠商 做一個硬體的更換 那更換之後其實它就可以順利的傳輸到 我們所要的培產上面 那我們之前就看到一個狀況 公園院做了一個系統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系統是亞瑞米的系統 兩個系統一不同的廠商在處理 但是它也有共同點 都可以讓我們看得到溫度 那看得到溫度的話 其實這兩個廠商就必須要做一個整合 所以其實我們就麻煩了公園院把資料再拋給亞瑞米 那在這一邊我們就可以從後台 可以看到所有的場處的溫度狀況 一方面做控板 然後這一邊其實就是在做常處計量 也就是說整體的庫存量計 然後這一邊的庫存統計的基本上都是以公園的計算模式 來當base來做執行的 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所有的庫存資料 然後接下來這一邊就是在我們 常處資訊管理平台裡面所做的一些改變 我們現在圖片上看到就是之前舊的 然後我們現在有把它作為調整 把它弄到手機上面其實都能夠控制 也能夠看 那至於在我們維修上面也會比較容易 然後在做監控的時候就會稍微更直接更直覺一點 然後這一邊其實基本上就是在做有一些報導 那這些報導基本上不外乎就是 文台經驗這一邊跟科技術這一邊 也有幫我們寫了幾篇的新聞稿 然後會幫我們做庫畫 那接下來就聊一下我們這一次計畫案的經驗的分享 然後這一次經驗的分享裡面其實 可以提供給大家的記憶 不外乎就是一個就是要去選擇一個適合 對自己公司最有利的一個計畫資源 對然後這個計畫資源其實你必須要先做功課 那這個功課你要先了解 比如說我們公司是比較適合哪一類的 然後再去選擇 然後再去看看有沒有之前的案例可以做參考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合作對象必須要去勝選 打個比方好了 我們是直接找工業院 那會員合作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資源可以互相的幫忙 所以其實在挑選合作對象上面 其實就我是覺得蠻重要的一點 然後第三個就是計畫的目標要明確 要知道自己的目標是鎖定在哪邊 對然後第四點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痛 因為點上變化 所以到最後我們在執行計畫的過程當中 看到這個想要把這個計畫做得更好 然後所以你會一直去增加你這整個計畫的做的東西 然後你會造成整個經費會一直的掉到 但是如果是你覺得這是你們公司未來是一個 對你的公司是好的方向 比如我是覺得還是得做 然後第五個其實就是要溝通 他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對牢民的溝通 對合作對象的溝通 對改良產的溝通 對我們自己內部的溝通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其實第六點其實就是在跟各位說 其實計畫做下去了 就是一定要成功 我們就是你必須要一個破補成舟的一個決心 執行計畫執行起來才會有那個動力 然後也才會有那個堅持 你一定會碰到很多 你一定會聽到很多聲音 那這些聲音怎麼幫你去變成是正向的 要往正向的方向去發展 對然後去堅持做你認為做對的事情 我是覺得這些事情是蠻重要的 我是覺得也是計畫能不能走到最後的一個關鍵 然後再來是整體的心得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心態是要正確的 心態一旦正確了 其實在你要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有正面跟反面 正面跟反面沒有絕對的對跟絕對的錯 你要從錯誤當中慢慢去調整慢慢去修正 所以才會有後面的美好的成果 然後接下來其實我們做的這個行業 它叫做農業 它譬如是工業啊 它可以控制的變數其實是固定的 對農業其實它變因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也非常非常的難以控制 所以其實在做農業這個區塊 其實它相對來說是相對辛苦的 但是我們寫的這個計畫 永遠都只是一個開頭而已 那怎麼樣去延續這個東西下去 我就覺得才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我們是一個teamwork 大家是團隊合作的 所以其實做出來的所有的成果其實都是大家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做出來其實都會希望說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合作的譬如說是我們的契作農務啊 然後我們的合作的廠商啊 工業院啊 工業院啊 工業運動改良場 我們都是非常非常的 感謝他們進來幫忙 對 然後其實今天我們都會希望說 這個做出來這個東西 是可以再擴散一點其他的使用 傳到下一個世代去 當然也會希望說 大家如果對這樣的東西是有興趣的 都歡迎來紅唱給你工廠 那謝謝大家的贊賓